所以那个时候每一次离开台湾 我都觉得这个地方是让我想呆想呆 然后还想再呆的地方 我妹这孩子人家随意不起来 应该了 还意思你记仇是吗 都知道妹妹去过台湾 但其实姑姑也去过 你们印象最深的觉得台湾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可好了 对对对 台湾人就是可热情了 可有礼貌 是呀 因为那个地方对我印象太深了 我回来以后念念不忘 想再去一趟 特别留恋那些地方 订阅旁边有一个小铃铛 记得帮档档一定要点开呢 这样我才会一直在你们身边 谢谢大家支持原创 我是档档 YouTube唯一账号 哈喽啊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惊呆到不能说话了 很夸张的 因为来我妹家了 我妹就说今天晚上让我住她家 然后她来准备饭 她就说姐姐大家吃火锅吧 我说行那吃火锅就是弄一个锅 放点火锅底料 然后准备一下自己喜欢吃的菜 就切一切随便放在盘子里 摆盘什么都不可能嘛 我妹这孩子 人家随意不起来 给你们看一下 我真的是惊呆了 惊呆到 我妹问了一句 姐姐你都不感动吗 我说我感动 我感动到没办法说出一句话 因为我全程坐在前面沙发上看电视 她不让我弄 我就说我帮你洗洗菜什么的都行 她说什么 我有自己做饭的流程 我有自己做饭的那个模式 我说好好好 结果等我 看完了 她说好了姐姐可以来吃了 我再一看后面 夸不夸张 这个香菜蒜泥 沾的粉粉 豆制品的摆盘 这个应该是会下到这个火锅汤底的 我的天哪 暂且叫她的这个什么火锅拼好了 这个也有 这个肉跟这个丸子还摆在一起 还放了一个生菜 这个就暂且叫她蛋白制品盘 哇 豆制品 我最爱的少品 我刚刚就是在前面看电视来着 一回头吓死我了 记不记得这个呀 豌豆糕 这不是非常日常的东西 但是西安也挺爱的 她说姐姐我还给你买了个这个 我说实话真的很感动 我们两个去那个西安的早市 我放在这里就是那个部片子 我们就吃了豌豆黄 然后我当时就跟她说我好喜欢吃这个 她怎样都记得 眼眶有点累吗 你还弄啥呢 还没完 切水果 果盘也有 那你的东西好可爱哦 丰盛到已经摆不下了 还行吧姐姐 太完美了 不是你这是第几送弄啊 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是 一个人也弄这么一桌 也摆成这样吗 对对就不会这么多 但是也会这样子 你啥时候去台湾呢 我把厨房给你收拾好 你就进去就行了 等开放吧 这要买了虾 活虾 是刚刚送来的 你又吃巨子了 所以你下回别来了 还可以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当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当当的妹妹圆子 今天 不不不等等等等 今天呢 当当的频道还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就是谁呢 大家好 我是姑姑 超开心超开心 那就是这两天 可能都是在妹妹打住的 就是周末我就想来妹妹家玩一下 然后也陪陪她 她也陪陪我 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圆子妹妹 其实是姑姑的女儿 那大家很多粉丝都说 你长得像我妈 然后说我长得像姑姑 那我们其实就都是一家人嘛 是吧 长得像 也很正常 然后今天为什么想要把妹妹跟姑姑就是有点像聊天的感觉都在一起 是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上一期临时的还有之前有几部影片都知道妹妹去过台湾 对但其实姑姑也去过 姑姑跟姑父 我去过 是然后我们其实咱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常常都会讲到台湾就是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然后因为姑姑就去台北 你说环岛是不是 是的 环岛 姑姑第一次这样跟大家刚跟我讲了半天说会不会不自然啊会不会什么 说姑没事你就自然就行了 我的频道的粉丝大家都喜欢的最多最喜欢的就是真诚自然 我觉得你就放轻松就好了 今天就是想简单的问一下妹妹跟姑姑记得最清楚的去台湾的时候 你们印象最深的觉得台湾最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可以跟大家我们聊聊天什么的 妹妹先来吧 好 那姐我要讲两个 好好好你讲你讲两个人家还说有两个特别 对对对 就第一个的话是因为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你没有直接接我你是让我做那个节育 啥意思你记仇是吗 看到没果然不是亲生的 我没去接她让她自己从机场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方便 然后也想就是妹妹毕竟是年轻人嘛 就想让她感受一下自己一个人在台湾去哪去哪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让你那个时候来 是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让人我可能不需要做太多攻略或者不需要研究很清楚 我就走到哪都是那种感受台湾的感觉 所以我让她自己来的 到了那个台北站之后 台北车站 对 它的那个地面是黑色和白色的那种像旗一样的 那个大厅 哦 北车那个大厅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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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就发现很多人他喜欢做某一种颜色就黑色呀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记得吗 北车那个旗还有人统计说什么坐在黑格子的多还是坐在白格子的多 我我我当时有跟你讲对对对后来你跟我讲过这个事情 那你做的哪个颜色我我你还是你两个颜色我下一回去做 哈哈哈哈 姑姑可能听起来有点一头雾水 像妹妹去她就是有点自由行就是我让她直接来找我 然后我们就是有点自由行想去哪开车就去哪 但姑姑那个时候来的是我是跟团队去的 对她是跟团 哦 环岛游 哦你是环岛 环岛游 去过好多地方台北了花莲了高雄了 哦 呃呃呃挺好的 呃风景也好人也热情的 哎呀对对我们可好了吃的好玩的好开心的好 估计就是跟团可能接触不了太多人但也接触了很多台湾人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的 是不是就干嘛都是谢谢谢谢 哎呃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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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就是可热情的很有礼貌 哈哈哈哈 妹妹刚讲那个北车 我也是觉得北车那个大厅就是可能对呃外地来的人会很有一种视觉上的冲击感对那个印象很深 但姑姑你们应该哦你们是跟团所以会跟那个大巴车一直走是是是是 你就没有自己做那个交通工具下次我再带你去 好的好的好的 哎其实现在就是像妈妈可以来 但是姑姑我不知道能不能来大家可以帮我挡挡看一下就是姑姑算不算那个亲属关系里面的 但我知道妹妹不能来所以我一直等着想让她再来 哦对对对 你上的是都去了哪 也去花莲了 哦花莲我记得 对嗯 然后还有去你们家 啊我们家 哦对啊 我们家是一个景点嘛 我今天还跟妹妹说就是啊我们今天两个看了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巨齿沙那个在大陆也上映了 然后她就说一出来就说哎姐姐现在好像去趟海边 我说那你记得吗就是当时 对在你家的时候 在带你去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妹妹后来说的是去的那个潜水湾 哦对还你还专门带我去吃烤肠 烤肠还有啥 海鲜是吧 哦对海鲜海鲜海鲜 馋不馋 但是啊 不馋馋 到时候一会儿就找到这里了 哎姑你当时是去了几天来的 去了七天 七天你都记得 是啊 我就刚听你说你说去台北去花莲什么什么 然后就如暑假就是有点那种很记得很清啊 对对啊 因为那个地方对我印象太深了 啊 我记得那个地方确实挺好玩的 风景好 真的 景点也好 人文好 那个我回来以后好像念念不忘啊 给家里人也说给他姑 哦对对对对 大姑说 大妈说 我说那个地方确实特别好 你们有机会的时候去一下台湾 嗯 我还那个 想想再去一趟 记住了 对因为现在就是哎大家帮我看一下就是姑姑亲姑姑 因为我记得那个直系亲属表里面就现在只能哪一类的亲戚可以去 好像姑姑我忘记了 但是姑姑家的小孩是目前是不能去的不然我早就让你来了 但有可能姑姑还真的能去啊 能去就很好 你很想再去一次吧 是的 是的 那个地方我真的很想再去一趟 而且我是觉得台湾这就是你去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感受都不一样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妹妹如果再去上一次已经有一点类似自由行的那种感觉了 我们不是走景点的 但这次去我就想让她真的是跟我就像妈妈这次去一样像生活在那里的 你就随便走街道没有一定要去哪 你就去看看那些街道然后那些跟你擦肩而破的人去感受一下 说不定能碰到你的小胖是吧 你的小胖 你就多去天母走一走 看这孩子控制不住自己了 那就反正咱们有机会吧 也让家里人能去了咱们都去台湾 看一看看看那么好的地方 好啦那今天就跟姑姑跟妹妹潜聊一下 因为我们在家时不时真的就会提到台湾 都是一些很美好的回忆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那今天就不给Q姑姑让她帮我说了 蓝妹妹说 大家记得一定要 点赞 关注 然后小铃铛开启 开启开启 好啦 谢谢大家 姑姑你今天讲的特别好 特别自然 好了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好好好 再见 等一下 你开始说 那些景点 好多景点都没说 姑姑太可爱了 录完了结果一直跟我说 她觉得自己说的不好 就开始又说起来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姑姑更自然可爱 我说了 那你现在记得有哪里 那不是那那 叫啥地方 哎呀我这这马上一说我就忘了 姑姑今年74岁了 对她来讲去过的地方不多 一直跟我说台湾是她最喜欢的地方 那我们就再给个五个机会 听听她回忆在台湾的美好 没事 地方名字记不清没事 只要记着那种感觉就好了 阿里山也去了 日月坛也去了 台北那个就是 还有那个关士林也去了 士林关底 士林关底也去了 101嘛 101那种肯定去了 对对对对对吧 这个就重点都忘了 还真是那个 电梯真的快坛 姑姑还记得这个 以往真的没有坐过那么快速的电梯 还没感觉就到了 然后在那坛 哪一个 看周边 台北景 市区 台北景确实漂亮的 因为她你记得吗 她周围很近就看到山了 对对对 好多地方 我真的想都都都 特别留恋那些地方 哎呀 还有那个那个 那什么 可以看到那个 我这蒙一下又想 哪一个你说一下 我给你提示 那那个岩石呢 什么呢 岩石 是在台北吗 还是外县市 我去的第一个景点 野柳 是不是那个女王头 对对对 去 对对对 一下 我刚刚录这段的时候 我其实 还有那个说呢 你看 姑姑现在有点讲不停了 就刚刚她 我掐断那个 我们做结尾以后 最后一段 姑姑就说 哎呀我刚刚好多地方 都想不起来了 然后她就坐在那 也不看我们 就自己开始说 然后姑姑刚刚说到四个字 我跟你说 我都有点想哭了 就是她说 那些地方 真的让她很 流连忘返 就是刚刚那一段 我真的觉得 姑姑是很真诚 很真诚 然后也没有镜头 那种紧张感 说出来的 就是台湾就是一个 让 让 让每一个去的 我虽然现在 已经嫁过去了 可是我依稀的 都能记得 我刚去台湾 因为那个时候 没办法在那边 住超过15天 对 就是两个礼拜 你看妹妹都知道 待两个礼拜 我就要回来两个礼拜 然后再去以后 再只等待两个礼拜 就是你想多待 你都没办法 然后就是没有办下来 那个居留症的时候 所以 那个时候 每一次离开台湾 我都觉得 就是想赶紧再来 就想回去待台湾 就想赶紧再来 就觉得这个地方 是让我想待想待 然后还想再待的地方 所以你们看 我后来那个 结束了以后 录姑姑的那个 就已经没有什么画面 跟镜头感 姑姑就是全部都 自然说了 是吧 姑 是不是真的 有点忘记 是的 没事 有机会 我一定让你再去 好吧 我也去 你也去 好 那我们就真的 跟大家say goodbye了 我们 想说的话还太多 还有下一期 我们就下一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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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